哇 它是很難買得到的 我們今天要來幫大家開各大精品的藤編包 你會發現原來這個品牌也有藤編包喔 大家看到這個橘色的盒子了嗎 有沒有很興奮 哇 凱莉包耶 這種藤編包耶 好酷喔 而且聽說這個你到店上是看不到的喔 你一定要跟他們預約 然後跟他們訂才會有 那我們來把這個叩頭的地方打開來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這款呢 是凱莉包的最迷你款 所以呢 其實它在做工上面是更難 因為越小款的包包它的做工越精緻越複雜 包蓋的地方是用牛皮 然後這個身體的地方就是藤條 然後你看它這個用這麼細的這個藤條 把它編織成可以穿皮繩的地方 它這裡呢 其實都是手工編織的喔 它是把裡面 裡面也是全皮革的 然後這邊還有它的身份就是Made in France 皮革的地方呢 它是用這個皮繩去編織起來的 所以你看它在這個街頭的地方 都還有這個皮繩打結的 真的好精緻喔 然後啊 這個包包除了手拎之外 它其實也很貼心地有送一條皮繩給你 掛在這兩邊 側背它 就是一個迷你包的概念 很可愛 你看看 這個山茶花看到了 今天真的是太夢幻了 這顆夢幻的包 之前化妝箱款 牛皮款 它其實就已經很熱賣了 那今年春夏呢 香奈兒又特別把它做成就是藤邊包 就更有夏日風情 加上這個CC Logo呢 它很精緻 它是立體的 然後在這個鏡頭的地方都還有香籤金屬 然後金屬上面也都有CC Logo 所以真的就是精緻到女生看到都很想要尖叫了 有兩邊的牛皮縫製起來的 所以它其實裡面打開的空間是滿大的 可以裝不少東西 然後對這裡很重要的是 它這邊有這個雷射防尾的標籤 所以這就是它的身份的保證 它四個角上面都有雙C Logo喔 是不是很精緻呢 超可愛 超喜歡這顆包的 這個牌子 Devil 專門為比利時皇室訂做包款的一個品牌 很厲害 我們來看看它是什麼包囉 那 Devil's呢 套稱是比利時的愛馬仕 因為它從1829年呢 就開始為比利時的皇室訂製包包了 那這款也是他們最經典的款式 用這個藤編的感覺 但它其實是皮條的 那它的靈感是來自於這個游牧民族 他們四處休息時候所做的藤椅 上面的圖案去做的靈感發想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上面呢 用皮條去做了很多不同的編織方法 然後呢 它的皮革的顏色也不太一樣 但是呢 都用同一色調去做這個搭配 所以你會感覺這個包包呢 就更有層次感 那 Devil的包包呢 它就是質感很好的是 它裡面的這個內層呢 都是用這個裸膚色的皮革 再去做這個內格的設計的 所以呢 它在裡面的內部的finish也做得非常好 然後它這裡面呢 它就每一個包都有很貼心的一個設計 就是它這邊有做一個扣環 就是你怕掉啊 或什麼東西 你就可以把它扣在上面 它這個側邊呢 它是硬挺的 所以它在製作的時候呢 過程也是非常的繁複 大家應該也都知道它最有名的設計 就是這兩邊這個金屬扣環 這個金屬扣環也是有用意的 它這樣子呢 是可以固定這個包型 那你如果東西放得比較少 你就把它扣緊一點 那如果東西裝得比較固 比較多的話呢 你可以把它打開 然後你就可以放更多的東西 我也有看過很多歐洲女生呢 他們其實就是喜歡把這個扣環打開 就是營造就是比較隨性的感覺 大家猜得出它是什麼包嗎 其實它在前幾季很熱賣喔 它就是古池今年春夏推出的藤邊SELFIE包 可是因為大家看不出來 是因為它少了紅綠紅織帶 但是呢 為什麼知道它是SELFIE呢 因為它其實保留了這個SELFIE包 最經典的這個金鏈還有金扣的部分 其實這個SELFIE包呢 它滿大的 算是比較中型款 然後也是很硬挺 那它包包打開是這樣往下拉 裡面是很夢幻的粉紅色藤布的搭配 空間其實滿大的 有一個小內袋 旁邊呢 它也是採用這個 兩片牛皮把它縫製在一起 就是把這兩個藤邊的地方把它連結在一起 包蓋的部分 它是用卯釘卡榫把它連接起來 所以整個包呢 也是非常精緻 另外它有附肩背帶 也可以肩背 就是穿短褲啊 或是T恤再去這個夏天的海邊去遊玩 其實也是滿適合的 這款包就跟Jembo King當初手提的那一款很像 因為它是一個圓筒狀的竹籃包 它在這個包蓋的地方呢 都是採用皮革的 然後用很漂亮的這個Stitch把它縫製起來 變成是雙色的一個混搭 然後它這個扣頭呢 就是Ferro Gamo的Logo 打開來呢 它裡面有一個束口袋 但是這個束口袋呢 它其實是可以拿開的 它後面是有一個這個背帶 把它扣住 那如果你不想要這個束口袋呢 就可以把它拿起來 那這個裡面空間就非常大 可是如果說你會怕你自己的東西 會弄掉或弄丟 你就可以把它 裝到束口袋裡面 最可愛的就是它的這個 邊邊一圈啊 全部都有箱上卯釘 然後卯釘上面也都是有Ferro Gamo的Logo 就讓這個包看起來更有質感 接下來我們要講的就是這一款 今年春夏最熱賣的竹籃包 Loebe的Basket 它有很多種Size喔 這個應該是最大的Size了 然後它還有中的還有小的更有更迷你的 迷你就是手提的 大家會不會覺得就是它很有男髮的風情 那它的這個材質呢 就是用天然的那種九爺葉子去編織的 所以聞起來都還有很清新的草香 然後這種九爺葉呢 這種顏色就是它最原始顏色 但是它要染色也是很容易 所以其實它也有很多種顏色的選擇 然後它就是搭配這種橘色的這個皮革 Loebe的Logo 就感覺就是很有質感 大家有發現嗎 它這個背帶呢 是故意設計成不對稱的 這也是這個Loebe的設計師很喜歡的一個設計 到這邊 還有一把哪些設計師說 就很好看 來看 我們知道 我們有關に 我們有一個設計的 我們今天是有迷你 我們要注意到 我們可以收集的